欢迎大家来到第二堂课 介绍线上写作地图工具 我们在这个段落要介绍的工具是Google Mind Map 首先也是请大家到第二堂的共笔文件中 请大家找到工具介绍1 Google Mind Map的段落 我们这一次Google Mind Map的展示 主要例如说我们在画面上看到台南美食 公车路线跟行政区范围 会带大家实际去下载资料 然后上传资料到Google Mind Map的服务 做出一个类似像这样子的地图 也会介绍说如果你今天有Google Photo Google相簿 在相簿里面有一些照片 而且是有经纬度坐标 那也可以教大家怎么样汇入这些比较多的照片 那就可以省去一些手动定位的过程 那最后会介绍 从资料级本身 就是Google试算表 也可以作为一个汇入资料的来源 那待会会再进一步做介绍 那首先呢 这部分当然也会希望你有Google的账号 那你在一般的Google的搜寻列呢 你直接击这个Google Mind Map 就大概可以找到一个服务 中文叫做我的地图 那点选进去之后呢 就会看到类似一个Google Mind Map的画面 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那你点选开始使用 就会进到你的后台页面 那你如果过去有曾经用Google Mind Map建立过地图的话 在这里都可以看得到过去所建立的地图 好那我们这次是要建立新的地图 所以在画面的左上方有一个建立新地图的按钮 那按下去之后 就可以开始建立一份新的地图 那我很快介绍一下 进到一个新地图的界面之后呢 我们先不做任何的操作 我们可以看一下画面左上方 有一些对话选项 例如说帮这个地图命名 像它现在是写未命名的地图 所以你滑鼠到这边点击两下之后呢 就可以编辑这个名称 例如说我现在输入台南市的美食地图 按储存 那当然说明列你也可以做一些说明 这时候地图的名称就已经修改好了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怎么样 就现在的画面可以来绘制地图 画一些位置 像在这边有一个搜寻栏 那在搜寻栏下面呢 有一些像是手的标示 或跟点线的标示 那假设我们今天先 缩放到这个台南市的范围 那目前Google My Map它预设你会先开启一个图层 这边有一个左手边看到一个叫未命名的图层 点击两下之后 这个图层的意思就是一个layer 就一层一层的 所以你的资料只要放在这一层 或者是第二层等等 其实就可以去调整 我们先把第一层做一个命名 那这边我们就写叫做点线面的操作 按下储存之后 第一个图层的名称已经取好了 那所以打勾的意思是会呈现与否 那因为目前都没有资料在这个图层里面 所以目前是没有任何资料纸 所以我假设想要新增一些点位 你滑鼠到这个搜寻栏这边下方有个叫新增标记 点击进去之后 你的滑鼠的符号会变成一个十字号 那我假设就在这个沿海地区点一下 就会跳出一个符号 那跳出来的符号它有两个可以填写的地方 第一个是也是叫做符号的名称 位置的名称 第二个部分也比较像是说明栏位 那你可以自行的输入一些文字或叙述 假设你今天有照片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一个相机的按钮点击进去 这时候你可以上传一个新的照片 或者是说你有使用Google Photo的话 你也可以从Photo里面的相簿 找到你对应到这个位置你想要上传的照片 假设我随便选取一张 所以这个栏位我们透过新增 然后修改它的名称 还有说明栏位 上传了一张照片 如果你照片有很多的话 这边有一个小的加号 你也可以再继续新增第二张 修改完之后你记得按储存 那这时候在这个点线面的图层里面 就有低笔的资料 那假设我想要移动这个位置 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照片是在市区的一个 餐饮的店家 那我发现位置并不是在这里 那我可以点选这个符号 点住这个符号之后做一些移动 你就可以移动到你可能 把比较期待它放的位置 这样就可以直接移动这个资料级的位置 所以这部分都是比较直观的 用滑鼠去点击这个符号 然后去移动它的位置 当然反过来说 有时候资料一多 你可能也要注意自己有没有不小心点到 或移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了 反而是变成需要修整 那这部分是点的部分 那我们来试试看新增线的部分 在原本这个新增标记旁边有一个线 画一条线 点击之后它有一些选项 例如说第一个是新增线条或形状 那后面这边是一些导览的路线 导览的路线 我们先待会再处理 我们点选新增线条或形状 点选之后滑鼠的符号也变成一个十字号 表示说你进入到这个编辑的一个情况中 那我先任意的在地图上面 拉出一些线条 基本上线条就是一个点一个点来组成的线条 假设我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我可以点击两下就完成了这个线条的资料 那也是一样它可以填写的有线条的名称 还有线条的描述 照片的部分也是跟刚才点的部分一样 如果需要有一些照片也可以做新增 按下储存就新增了这条线条 所以画面上你有看到蓝色的是点的符号 黑色的部分就是线条 那我们把面的部分也尝试建立看看 也是一样它并没有另外新增一个面的符号 所以在画一条线的部分你按下去 它是线条跟形状都是一个同样的选项 那点选之后本来这个线条这样画绘制之后呢 如果你是一个面的话 其实就是头尾相接变成一个面 所以我回到原本第一点的部分 再点击下去就变成一个叫多边形的面 一样也可以改名称跟叙述 按下储存 这时候这个点线面都可以在这个地图上去画 那你同时间可以观察到这个图层的部分 开始有点线面 那它们是分别的资料 所以目前这个图层有三个资料 第一个是点资料 第二个是线条的资料 第三个是多边形这个所谓面的资料 那你可以也当然持续新增 例如说新增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或线条等等 那有了点线面 我们大概知道怎么绘制之后呢 例如说我想要更改这个图的样式 例如说目前它是一个倒的水滴形 那我希望去调整例如说其他的形状 那在点击这个水滴形本身呢 会有一些像是有点调色筒 中文的部分它是叫它样式 那当然如果你要编辑本来的位置名称 或说明栏位 你点选笔的样式也可以进到编辑的情况 那我们这次选这个样式的符号点下去 这边就有一些颜色可以选择 目前预设是用蓝色 那我假设改成红色 这时候就会联动的做调整 那这边也有提供 你如果不太希望是用目前的符号样式的话 你可以选择其他的 那它已经有提供了一些 你点选更多图示 就有比较常见的在地标所使用的一些符号 有一些分类 例如说它这边提供像是体育或休闲娱乐 像地点 交通 灾害 气象 动物 都有一些比较常见的符号 它可以直接提供你选择 那你如果要新增自己的符号 例如说你有设计一个 比较专属于你这个资料级的符号的话 你可以按自定图示 你可以再去上传你的资料 基本上是一张图片 那都可以试试看 那我这边就很快改一个 比较像是圆形的符号 所以刚才的点呢 就可以改颜色跟它的样式 那我来看线的部分 线的部分你点击进去之后 也一样有一个样式的符号你可以点击 首先当然颜色是可以调整 那线可以调整的部分除了颜色之外 就是它的宽度 所以在这边有一个拉霸的选项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你拉得比较粗 它就会比较粗 最细的部分就是比较细 在这时候 这部分要请大家注意的是 如果你期待使用者在地图上去点选你的线条的话 首先当然要看得到线条在哪里 那比较粗的话它也比较好发现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刻意调粗一点 在不影响其他的遮蔽的状况下 让使用者也比较好发现有一条线 因为线其实在一般的地图里面是比较不容易被发现 好那第三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面的部分 同样我们去点击它的样式 首先当然颜色的部分是可以做调整 那线条对于多边形来说 它就是它的框线的宽度 所以一样这边也是有一些拉拔的选项 可以调它的宽度 那多边形还有另外一个可以调整 就是框线范围里面的填色 那填色它需要透明度这个选项 所以透明度你可以把它拉到非常透明 就等于不填色 看得到这个框线内部 它下面的图资的底图 或者是说你不希望看到下面 你要填一个实的颜色 百分之百的颜色 这都是可以去选择的 好那我大概抓一个中间的趣味 就是看起来在缩放成地图 比较远的情况下也看得到很明显 那缩放之后呢 也可以大概看得到底下的样式 这些是点线面的样式的调整 好所以接下来我介绍的就是图层之间的移动 我们目前已经有一个点线面操作的图层 那假设我今天想新增第二个图层 你可以在左上方这边看到一个叫新增图层的选项 按下去之后呢它会帮你新增第二个图层 Google My Map提供的图层上限的数量是十个 这部分也需要注意一下 假设你想处理的资料比较多 那如果有超过十个分类 那你可能要想办法把这个分类数量压缩在十个之内 那一样第二个新增的图层我们也可以进行命名 那我先说这个是叫做示范资料移动的图层 意思是说我想要示范的就是把资料移进来这样的图层 那我先回到第一个图层再新增一个点位 这个是要移动 预计移动的点 目前你可以看到它还在第一个图层里面 那我希望把这个图 这笔资料点位的资料直接移动到第二个图层 这部分的操作并不是在地图上面 而是在这个图层跟图层之间 点击进去 点击住你要预计图层 预计移动的图层资料之后呢 你往第二个图层的方向 拖曳 它会到第二个图层 那当然我如果要拖曳回去 那点击按住之后 往上面的图层放 那就回到第一个图层 再操作一次 按住你预计要移的资料集 按住之后呢 往你需要放的图层的方向移动 然后放开 就会到第二个图层 所以这是单笔资料 在不同图层之间的移动 需要在这边来做操作 左手边这边图层的区域来做操作 那接下来我们要操作的会是一些汇入资料 就是我们去下载一些资料集 例如说在开放资料平台上面 找到我们想要地图化的资料之后 我们运用Google My Map 来把它呈现出来 那这部分我们用这个台南美食的店家 跟公车还有行政区来做展示 所以这部分有一些资料 我们已经整理在我们的第二堂课的页面中 共笔文件的页面中 那可以回到这个HackMD的共笔文件 在点线面向量资料集 这边呢我们都准备好这三个资料集 所以你可以找到一些叙述数 然后按下载 那像这个台南餐饮店家的部分 我们假设先点击原本中央平台 上面的资料集的介绍页面 在这个台南餐饮的页面中 像这边有这个CSV的下载的按钮 点击下去就开始进行下载 这边也可以看到有下载的档案 我们先把三个档案都下载下来 那线的部分呢 我们这边有提供一个叫KML格式 那这边也特别提醒一下 Google My Map它所比较使用的格式 通常就是叫KML或KMZ 所以有时候我们下载到的资料格式 并不是KML的话 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它转成KML 那实际上台南公车路线 它原本的格式呢 叫做XML 然后这个Ronnie有把他 这个XML格式 先透过他的方式 转成了KML格式 所以在目前滑鼠这边有一个叫KML格式 点选KML格式之后 还在请大家下载这个档案 点选下载 那第三个档案 就是行政区的资料 那其实它原本的档案格式 这个台南市行政区范围 它原本的档案格式叫做Shift File 那Shift File的特性 大家也可以参考第一堂课 有一些介绍 那这边也是一样 那我们有我们已经整理好的KML格式 所以点击进去之后 也再请大家下载 下载之后 等于三个这个点线面的资料 我们都下载下来 那回到我们的编辑的页面中 我们先新增图层 因为一般来说 在Google My Map 你要上转资料之前 你要新增一个空白的图层 然后再进行上转 所以按新增图层 先新增空白的图层 在这个未命名图层下方 有一个小的符号叫输入 汇入 那按汇入之后 它会跳出一些视窗 这边有提供三个选项 那今天都会带大家操作看看 第一个部分呢 是你直接上转一个你的档案 所以我们刚才点线面的档案 我们都已经有原始档案了 所以就会使用上传 好那第二个部分跟第三个部分 我们待会都会介绍 我们首先先上转这个点位的资料 就是餐饮店加CSV的资料 那一般来说一个小的技巧 就是你在下载之后的档案 在这边浏览器通常都会提供给你预览 说你有下载刚才这三个 就滑鼠这边 所以你点击住按住不放 把这个档案拉到这个对话框中 再放开 它就会进行上传的动作 那也可以 例如说呼叫视窗的方式去找到档案都可以 那我们首先输入的是这个 餐饮店加的CSV的资料 那放进来之后呢 它也跳出一个对话框 想要问你一些放置地标的栏位 那其中 它其实也自动的去读取这个CSV 你这些到底有哪些栏位的标头 它都有读出来 那它会自动去判断说 哪一个栏位跟哪一个栏位 是代表精度跟维度 总共有两个栏位 它如果可以的话会自动去做判定 例如说它现在已经预设打勾 那这边有一个小的问号 你也可以点击一下 小的问号的用意是在于说 它可以让你很快速看到 目前这个栏位实际上的资料内容是什么 那点开来我们看到都是23的数字 其实这个就是代表维度 所以大致上它维度的 因为维度的英文也是这个英文字 所以它其实对的部分是有对起来的 它判断大概也没问题 那精度部分我们可以点开来看一下 大概是120这样的数字 所以它会尽量用自动化的方式 帮你判断出来 哪一个栏位是精度 哪一个栏位是维度 那有时候它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 但是你很有把握资料集有这些栏位 那你也可以用手动勾选 就是勾选的方式也可以 比如说现在我刚才把它的预判 都勾掉之后 我假设我知道说这个栏位是维度 那我可以再勾选它一次 那手动勾选它会请你 再帮它确认这个叫精度还是叫维度 那精度的部分也是一样 勾选了之后呢 我去勾选精度 确认好精维度的栏位之后 我们再按继续 那一般地理资料会在地图上面呈现一个主要的名称 所以我们可能可以选择这个餐饮店家的名称 作为显示的名称 那一样如果你不太确定这个name是不是就是餐饮店家的话 你按小的问号 你可以大概看到前几笔的资料 这个name栏位大概都输入什么样的文字 那我们这样确认过其实就是这个栏位的话 我们就勾选 再按完成 它就会开始去读取这些资料 这部分读取的时间就依照你资料的数量 那也顺便提醒一下 每一个图层它的资料比数是有上限的 我们刚才提到有些限制是十个图层的限制 那每一个图层的限制 从资料比数来说是2000笔 一个图层最多只能放2000笔 假设你今天的上传的资料集 总比数就超过2000 那它会随机地选2000笔 那另外一个是说 一个图层可以上传档案的大小也有上限 是5MB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限制的考量 可能要在使用Google 买卖的时候要先注意到 好那我们这边看到它自动化判断完之后呢 我们先看一下 所以大致上画面上也看得到这些餐饮店家已经呈现在台南的范围了 那我们首先先注意到在图层这边 这个第三个图层因为我们是汇入资料 它有一个小小的对话框跳出来 它的中文描述是说 有44列无法在地图上显示 那这边有一个开启资料表 是可以点选 我们点选一下这个开启资料表 所以这个开启资料表之后呢 你会看到有些资料 它看起来底色它给予了红色 那红色意思是说 它没有办法判断这些资料 是红色底色的资料 它没有办法定位 那比较正常可以定位的 它也顺利定位的就会是底色是白色 所以它的用意是 很快速的让你知道这44笔 大概它没有办法定位 所以它希望你去确认一下 这些栏位是不是对的 那举例来说这一份资料 它能拿来定位就是精度跟维度 现在在滑鼠这边我们看到精度维度 那有些资料列呢 是完全是空白的 或者是物质的 例如说在滑鼠这边有一个美食 可是其实是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栏位中 那这一部分就会是 它没有办法定位这一笔资料 就先提醒你 说其实有44笔 有发生这样的状况 那这当然你可以在单机版的 例如说Excel 或者是你上传到Google试算表 去手动去做调整 再来汇入到Google My Map 所以我们先关起来 那这边的话 其实这个餐饮店家的资料就已经上传完毕了 所以我们一样去修改一下 这个图层的名称 参与店家 好那我们接着想要来上传就是公车的路线 也是一样 我们要上传资料之前先新增一个图层 好那新增的图层之后 我们先来改图层名称啦 公车路线 然后按这个汇入 好那也是重复刚才的动作 我们找到这个公车路线的下载的档案 把它拖曳到对话框放住 然后放掉之后就可以进行汇入 那这个公车路线本身是KML的格式 那就可以直接拖曳到Google My Map进行定位跟呈现 那如果你今天想处理的资料 所拿到的资料并不是KML格式 就要去找一些把格式转换成KML的转档工具 在我们的共笔的整个汇整页面里面 也有一个分页是收集这种转档工具 好那现在它的公车路线也都呈现在地图上 那因为现在其实这个点位的资料 有点妨碍我们看到这个公车路线 所以我们在餐饮店家这个图层 旁边有一个勾选的选项 我们如果点击它就会先让它消失 并不是资料不见 是说先不显示 那这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看得到 这个公车路线的网状的这个线条资料 好那我们可能想要把它更改一些颜色 那我们一开始有介绍 每一个线条都可以进入它的样式去做修改 可是这个公车路线这么多 我想要一次修改的话 我们可以在公车路线下面 已经有资料的情况下 它们的符号 这边有一个符号叫做个别样式 点下去之后有一些调整的选项 例如说除了个别样式之外 我是不是希望它是统一的样式 就是大家的样式都是一样 我先选统一样式 这时候呢 资料级就比较简化一点 那我们资料本身就不会开展出来 而是变成就是所有的选项 那直接点样式来调整 假设我就统一用这个 橘色作为颜色 那线条我可能也都拉宽一点 这时候就是全部在这个图层里面的资料 一起来做改变 所以当你的图层资料很多 你想要一次去调整它的样式的时候 你可以切到统一的样式这边 那接下来我们来试的就是行政区的资料 那一样先新增一个图层 那我们先修改 图层名称 按汇入 找到这个行政区档案的部分 按住到中间对话框放开进行上传 那行政区的部分呢 这个属于是面资料 就有框线也有填色 不过有时候上传档案的过程中 它有时候会跳出这样的一个警告的对话框 那你可以当然读一下 看一下它的描述 不过通常它的选项也只有OK 那也只能按OK 那按完OK之后 你可能可以等一下 因为它虽然有提醒你有一些问题 但是不代表它真的不能把它显示出来 所以现在画面上 它其实还是有尽可能把它显示在地图上面 所以橘色的部分是公车线条 那有一些框线的部分 就是台南市的行政区 那也是一样 我们如果要一起改变每一个行政区的图样的话 我们先在个别样式里面 去选到这个统一样式 然后一起来做调整 例如说 我会希望它这个透明度可以是完全透明 然后框线的部分我先不做调整 然后这个颜色的部分调一下其他的颜色等等 所以这部分就是面资料跟线资料还有餐饮店加点资料的上传 那接着我们再介绍的部分是这个底图 就是说这些是资料结的样式 我们怎么样上传做这个颜色或线条的调整 那底图本身可不可以调整呢 那也是可以的 所以在左手边这样的图层工作页面这边呢 除了我们这些这个餐饮店家的自制的图层之外 最下方有一个叫基本地图 有一个小的符号你可以点击一下 它有九个九种这个基本地图的样式 你可以切换看看 例如说我任意切到一个深色的自然景观图 或者是卫星图 就是实际以航空摄影所拍到的一些卫星底图 或者是说可能地图可能不用这么复杂 可能希望干净一点 使用者就可以比较聚焦在这个资料本身 假设我就选择这样的一个样式等等 好 那我把餐饮店家的图像用小一点点好了 我点选这个更多图示 然后是挑这个小小的点 来确定 那这边我再顺着介绍 就是如果在预览的情况下 大概会长什么样子 我就使用者看到这个地图的页面 在左上方这边有一个预览 你点击预览之后它会跳出一个新的分页 这新的分页基本上就是一般使用者在不进入编辑的情况下 看到这个台南式美食地图的样式 好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前台 这个地图让大家看到的第一眼的一个景象 假设我今天有一个想要调整的部分是 我觉得这个使用者一开始进入的尺度或者位置 我希望再拉近一点 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尺度 因为我们的资料基本上就是集中在台南 所以希望台南的资料可以撑满整个使用者的画面 那这一部分很调整 可能就需要回到后台这边 资料编辑的后台页面 在名称 读成地图名称的右边有一个三个点 点击进去之后 有一些调整的选项 这边倒数第四个 有个叫做设为预设检视画面 意思是说 你目前在编辑页面的情境里面 你的画面现况就会是使用者看到的现况 好 那所以我这边先拉近一点 假设我现在预设 希望使用者直接到这样的一个尺度 看到这些资料 好 那我点击刚才这个三个点的选项 去按下这个设为预设检视画面 这时候这个设定就设定好了 它有一个小小的提醒 框说目前已经设定好了 那我们如果回到所谓的前台 再按一次重新整理 我们看一下它的画面 会不会就是预设我们刚才的尺度 应该是比较接近一点 那当然你可以来回再去确认一下 你的后台什么样的尺度跟前台可以呈现的状况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编辑的后台这边 那三个点的部分呢 其实还有一些选项可以顺着介绍 比如说你要直接复制这一份地图 变成一个新的一个地图 所以有一个按钮是直接复制这一份地图 或者当然你要删除这个地图 这个按钮也是在这里 那就是大家要注意不要按 或者是说 这个有一些迁入的选项 按下这个迁入 它就会开始提醒你说 你这个地图是不公开的 所以你可能要先去调这个 开放月浏览的这个调整 所以这部分呢 你可以到这个新增图层右边 在这里有一个分享按钮 目前它的预设都是不公开也不分享的 所以你需要进来这个调整框里面 去按启用连结共用设定 然后是不是大家可以在网络机网路上面 可以公开查询或是浏览 那甚至你可以再进一步按 这个云端硬碟的共用功能 也就是说这个编辑的权限 你也可以类似像是 Google文件的这种控管的方式 比如说你给特定的email账号的人 才能去做编辑 还是说只要可以进入到这个网址的人 都可以编辑 这些你其实都可以调整 所以我目前先调整成 就是它是可以公开的 那也可以启用共用连结 那你如果要复制这个编辑的连结给别人的话 你可以直接按这边 它有个编辑的连结 可以提供给你想要协作的朋友 好 那我们这边再介绍一下 你按这个三个点的选项之后呢 有一个汇出KML或KMZ 也就是你刚才这些图层啊 其实都可以再把它下载下来 那当然你作为一般的使用者 你如果看到别人的Google My Map的图层地图之后 你也可以去找到这样的选项 假设你在这个台南美食地图的 这个是浏览者的画面 你并不是编辑情境的情况下 你也可以去找到 在地图名称右边 有一个下载KML的按钮 按下去之后呢 基本上有两种使用的情况 一种是全部的地图 全部的图层你都要下载 就是整个地图 那汇出的档案格式你可以选择 例如说我要汇整成KML的档案格式 那在整个地图这边你也可以按下去 去选特定的图层 就我只要例如说选择公车路线的图层 或是行政区的图层 这个是单选 那就可以去下载这个图层档案 你按下确定就可以下载 所以这部分也是蛮方便 就是你如果要让大家看得到资料的样式 然后也提供大家很方便的下载的选项的话 其实你把资料放在Google My Map上面 是一个蛮不错的方案 所以以上是介绍最常使用的这种点线面 或者是一般这个绘制点线面这样的功能 包含上传的档案 那其实所谓的线上协作 其实就可以透过刚才这些工具 让不同的人去新增点位 然后就可以一起呈现在这个地图的前台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的会是 其他类型的汇入档案格式 那也一样 我们现在介绍的就会是汇入照片 我们先按新增图层 在这边我们先改一下图层名称 就是汇入Google Photo 好 我们按汇入的按钮 刚才我们上传的就是用这个上传档案 就是原始资料集的部分 那第三个 最后一个 就是一个相簿 按相簿之后呢 它会直接联动你的Google账号 所以你的Google账号 如果在Google Photo这些服务里面有建立过相簿的话 它会先去读取 那以这个账号来说 我这边已经有事先建立一个台南市区的照片 总共有六张照片 所以我就点选下去 这个照片相簿里面呢 使用者想要 或者您想要标示出哪些照片 你还可以再选择 就是这六张 今天假设我们都预计都要呈现在地图上 好 勾选之后 补充一下 这个机本上是没有全选 那之后用手动勾选方式 勾选之后呢 你就按这个选取 一般来说 如果你的照相方式是用手机拍照的话 通常是会可以带入GPS的坐标 所以它会去读取这个坐标系统 依照它的位置去定位在地图上面 虽然不会说非常的精确 但是大概 左右可能几公尺之内 或者十公尺之内 大概是可以预期的 好 那我把其他图层部分关掉 这样比较好 让大家看到这个照片的位置 所以目前这六张照片呢 你会可以看到它都集中在台南的市区 好 那另外要跟大家说明的是 我批次汇入了这个六张照片之后 看起来它有给它一些名称 这些名称并不是这些照片本身的名称 而是它直接用这个位置 去尝试在它的这个地址资料库 或地点地标的资料库 去找一个最关最相关的一个名称 直接放在它的照片名称 所以这个部分是它的自动化的一个服务 所以我们任意点击一个 例如说这个友爱街108号 这时候这个照片呢 就会直接有这个名称 然后一些叙述它会自动的带入 这部分是Google地图本身的一些详细资料 照片就会直接呈现 所以这个是在汇入里面 你可以去找相簿这个功能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展示的操作是 汇入另外一种形态 就是在Google云端硬碟里面 本身就有资料档案的话 也可以汇入到这个Google My Map的图层中 那这部分我想要使用的资料是 近期这个COVID-19的确诊者足迹的一个资料 那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 目前由这个民间社群 自发的把每一天 政府部门所公布的确诊者足迹 这些足迹通常是一些文件或图卡 那社群志愿者呢 就把它输入成结构化 栏位化的一个资料季 那进一步去找到 例如说一个地点的描述 它所对应的精维度 所以在画面上你会看到 这些确诊者足迹的位置呢 都可以定位在地图上面 那我这边想要使用的资料 就会是特别在台南市范围的部分 那确诊者足迹地图这个专案呢 它本身这些Google My Map的点位 是来自于一个可以协作的共笔的试算表 叫做台湾COVID-19案例活动时共笔 这个档案连结 那相关连结你可以在 HackMD的共笔文件 就是我们这一堂课的 Google My Map的工具段落这边找到 我们直接来看它的这个共笔文件 它们是依照县式来区分 所以我刚才是想要汇入就是台南市的资料 所以说台南市它其实是有个独立的分页 那也一样我们可以先检查一下它的资料比数 因为一个图层Google My Map的图层的资料上限是 一个图层2000笔 那目前看起来它是200出头 203笔 那其实是OK的 那我们也检查一下它是不是有经纬度的位置 好 这边像经纬度其实都有 那所以我们这边会建议的方式是 如果你也想要借接它们的资料的话 你可以另外开一个试算表 然后使用一个同步的函式 去做资料的联动 那让这一部分这个共笔的文件呢 还是以志愿贡献者来做编辑来做处理 然后去你作为一个借接使用的角色来做使用 这样会比较好 好 那这一部分 我们也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目前有哪些单位在使用这样的确诊者足迹 民间所共同协力的资料集 例如在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 目前这个资料的共笔的种类项目 还有就是借接应用的一些单位 那足迹表格这一部分呢 例如说台南市政府 这条线是连到台南市政府 它的市政府的COVID-19的仪表板 就是有使用这部分的一个资料 那也感谢市政府的一些同仁 其实也有在共笔写立这样的一个表格内容 所以这个表格其实也不只是民间的参与者来贡献 也包含政府部门的同仁也会来 特别在了解地方政府情境的同仁一起来做标注 好那这条线其实也有沿到这个 所谓COVID-19确诊者足迹的Google My Map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 由民间贡献者也去维护了一份Google My Map 那这个My Map也出现在桃园市政府 还有平通县的全国的足迹地图的一个服务 也就是说这两个县市政府呢 他也推荐大家来看这个足迹地图 所以这是我们这些借接使用的一些警惕 那当然像很多的这个民间单位 也包含像是地图的科技公司 或者是个人都可以来使用 因为这一份资料的共笔的成果呢 它是采用开放式授权的 就CC-BY的授权条款释出 所以你只要做适当的标注 做适当的声明 其实就可以来使用 好那假设我们今天 也希望来做借接的话 我们这边推荐的方式是 你可以新增一个资料 Google线上的试算表 好那你可以到自己的云端硬碟的 你适合的空间 适当的位置去新增一个试算表 那我们先来修改一下 资算表的名称 我们修改成汇入台南市足迹资料 好 那这时候再请大家回到这个 因为我们要使用一个韩式 那这个韩式有点是去呼叫刚才这个共笔 民间社群共笔的资料集 去找到它特定的台南市的分页 让那边的资料可以汇整到 应该说同步联动到我们现在这个新的资料集中 那这一部分的韩式呢 可以请大家先回到 共笔的HackMD的文件 然后是这个我们第二堂课的相关的段落 在工具一 Google My Map这边 我们刚才介绍的是上传资料点线面 然后也有介绍过这个上传照片 在照片下方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段落叫做 呈现台南市确诊者足迹位置 资料来源我们刚才也介绍过 就是民间社群所标注的官方的确诊者足迹 那在它的下一点你会看到 透过试算表的韩式 与资料来源同步更新资料 那请大家先复制这个 从等号到夸号这一段文字 复制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到我们刚才新建立的 还是整个空白的一个资料表上面 那这个韩式我们就先贴上 找A1的格子 直接贴上之后呢 我们按一下 按一下Enter 那这个韩式基本上 我们来解释一下它大概的用途 以及组成 它的韩式名称叫Import Range 然后夸号中间呢就会是说 例如说这一串 目前花束所标注的这一串 就会是刚才共笔文件的一个唯一的这个网址 所以它透过这一串字串呢 它会知道说去哪边去找到那一个 那共笔的文件 刚才就是民间社群共笔的那一个资料集 那进到那个资料集是要哪一个分页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很多的分页 有台南有台北 所以在逗号之后呢 台南市就是刚才这个台南市分页的一个名称 所以就是以台南市来加个金汉号 所以表示说我进到那个共笔 整个大的档案里面呢 去找台南市的分页 那台南市的分页里面要找哪个范围 那我们目前给定的是叫A1 等于是第一格一直到AX 有X蓝 所以那列的部分就都汇入 所以这部分其实就可以达到说 只要共笔文件那边 社群共笔文件那边的台南市 有新增一些资料 这边呢它也会定时的去做更新 所以我们现在新开的这个汇入台南市 主机资料的试算表 我们的内容是用韩式的方式去做 去做联动 并不是手动说对方那边新增一笔资料 我这边手动新增 那这个方式当然就对于开发者来说是比较方便一点 好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自己的资料夹里面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足迹资料 而且是有一些联动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G跟H蓝位就是金纬度的坐标 所以其实资料级已经OK了 因为只要有金纬度纬度的蓝位就可以做定位 那我们就回到这个台南市的我们刚才这个编辑的地图的后台 那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新增资料 所以新增资料之前要新增图层 那按一下新增图层 我们先来修改一下图层名称 同步汇入 这个台南市足迹资料 好那按一下汇入之后 复习一下就是刚才第一个按钮就是上传 可以上传直接档案 你的电脑里面的档案 第三个是相簿 从相簿里面的照片有GPS坐标把它定位出来 那第二个就会是你的Google账号里面的云端硬碟 有一些可以作为地理坐标的档案 它可以做定位 点击进去之后呢 找到你的相关的档案 比如说我们刚才有改过档案名称 叫做汇入台南市足迹资料 好那点击之后按选取 那因为我们的资料级本身也是跟这个台南餐饮 店家一样是用经纬度来定位 所以Google My Map它也有先自动的去预判 那基本上大概是没有问题 所以按继续 那我们这边 或许是希望用暗号的方式 每一个确诊者足迹 其实都有一个暗号 那我们就用暗号来做显示 再按完成就可以进行这个定位 所以目前看起来它都有它已经有进行这个定位 而且也没有跳出 例如说这个它无法定位的这种提醒 所以看起来现在有203笔的这个确诊者足迹的资料 所以这个方式是说你的档案呢 本身是在Google云端硬碟里面 那好处是说 假设你今天资料集要更新 其实你可以直接在Google的云端档案里面呢 去做这个资料集的编修 但也要提醒大家的是 那这样子我在资料集那边做编修 我这边地图会不会一起更动呢 答案是不会 所以这个也是Google买卖的一个课题点 就说它还是要手动再汇入一次 那只是说因为联动你的账号 你的档案就比较好找或比较方便 但是汇入新的资料的事情 是它没有办法做联动的 那你如果你的需求 说我其实资料一直会更新 资料表的资料会更新的话 有没有什么地图工具可以做即时联动 那在我们这一次介绍线上写作地图的 工具里面的工具3 Authentable 这个工具是可以做即时联动的 所以你还可以再去参考那个工具的介绍 所以我很快复习一下 就是我们目前这个是用汇入云端 硬碟里面档案的方式 然后我们刚才也有介绍到这个 汇入Google Photo照片的方式 就有一些这些照片直接定位 那汇入单机档案 例如说面资料 线资料跟餐饮店家的资料 那最后当然你如果要手动划新的资料 点线面的操作 其实都可以做执行 那以上就是Google My Map 比较经常使用的部分 以上就是Google My Map 这个工具的相关介绍 请不吝点资料